主料,菠萝一个,冬瓜一千克,迪金面粉二百六十克,鸡蛋一个,辅量,油六十克,糖桂花四十五克,白糖四十克,盐一克,来粉五十克,准备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材料,首先做现冬瓜去皮,去嚷,切成薄片,上锅煮,煮到瓜片透明, 菠萝切成丁,放入料理机,打成泥,打成泥的菠萝,造个盆,用铁布钻干水,这一盆钻完水得到的菠萝肉,备用,此时,冬瓜已经煮成透明状,捞住过凉水,同样钻干水,得到的冬瓜肉,将冬瓜肉和菠萝肉放到一起,加入糖桂花和二十克的白糖,如果喜欢钻的可以少放, 喜欢甜的可以多放,我放这些,酸酸甜甜,我觉得正好,将材料均匀搅拌,放入炒锅,小火翻炒,将多余的水分炒蒸发掉,倒烧的棉球爆团,炒好的菠萝,备用,现在开始做皮,将鸡蛋,奶粉,二十克糖,盐加入,放入低筋面粉, 搅拌成团,将面团分入模具看看用多少页,把线的空间逾出来,搓成全球,按点,放入线,烤盘上铺上油纸,一次按入模具,不方便照相,所以包和装入模具的过程没拍,聪明如你,想必不说也知道砸放进去,放入烤箱,上下火, 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度,烤二十分钟,二十分钟打开看看,如果没上晒就再压烤十分钟,上晒了就可以拿出了,烤好的菠萝酥,等收亮一亮就可以脱膜了,脱好膜的菠萝酥,酸酸甜甜,加上外边的酥皮,好吃极了,再来个近距离的,自己制作的菠萝酥,便宜健康,喜欢的朋友来试试吧,烹饪技巧, 一,甜度,由自己掌握,现也可以把菠萝换成凤梨,我个人觉得,凤梨太贵又没菠萝味道浓,所以选择了菠萝酥,二,这款菠萝酥模具是要连带一起放入烤箱的,不然烤出来的菠萝酥会变形,想要好看就要多买几个模具了,想要好吃就无所谓了做成形状都好吃哦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吻TTnews.xyse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